本地再设一家新的可持续食品工厂 每年可生产1300吨的食物蛋白制产品 这相当于大约430万块鸡胸肉 相信将有助于满足亚洲可持续食品市场上涨的需求 金黄色的爆米花鸡块看起来爽脆可口 但它们不是真正的鸡肉 而是由这家位于大市的工厂 采用高湿挤压技术生产的植物蛋白产品 这种技术能够让食品的纤维和口感更接近肉类 随着全球植物性肉替代品的需求上涨 我国设立工厂将能缩短供应链 并减低本地市场的运输成本 从而提供更低廉的食品定价 当局表示 新设施将有助于我国实现目标 2030年在本地生产并提供国人30%的营养需求